小王叔的宝们大家好 我是赵琳 我呢 刚刚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 前两年去参加时装之后 然后完成我的工作 有一个新新链的东西已经在我家躺了好几天在等我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期待已久的 Wawei Mate XT 我们先来看这个包装啊 包装是非常经典的 Wawei非凡大师的设计 看着就非常尊贵啊 我们现在拆了啊 哇 好薄啊 看我还没有拆开它 我们先不拆它 我们先看一下里面都配了很多东西 上手指导视频 这估计是教你怎么折 这个3845的耳机 车上的88瓦的路线插车的那个车充 它配的那个专属的三折屏的手机壳了 Wawei 质感非常好 这是一个充电器两个头 这就是非凡大师的标配 好了 我们现在来拆开我们的这台手机 Wawei 这个质感真的非常好 红色太漂亮 这个表现的标准就是它身份的象征 基本是看不出来折痕的 非常不好 这也太宝了 包括这个素皮 非常的高级 好了 我现在决定要拿来开机了 天哪 这完全就是一个大平板拿在手里 而且比平板还要轻 它和最大尺寸的MatePad Pro 大小对比 现在我要给它做人生中的第一次折叠 它还有动效 这也太酷了 刚刚在我第一次折叠它的时候我发现它这个地方是一个磁吸的设计 就是当你这样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很轻易的发现它应该为了平整度 它到这的时候它会自己 它就吸上了自己 大家记不记得刚刚我开箱的时候它说有一个教程它要怎么折叠 比如说我们在正常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先折这个平板 它会提示请切换使用场景 大家要知道这个折法是最爽脚链的一个折法 切记 它是有折叠逻辑的 它其实满足了你对所有用折叠的一个所有的形态 你在正面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手机的大小 并且它并没有很厚 非常轻薄 这个C口已经跟这个上下的宽度是一样的了 我觉得它已经在轻薄上做到极致了 我觉得华为这款Mate XT是一个跨时代的产品 它是全球首款真正已经可以在市场上开卖的三折屏 因为其实在网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品牌也去做了一些三折屏的概念 甚至出了一些概念的机器 但是没有一家厂商进行了量产 可能很多小伙伴不理解 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设计是很难的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外折屏的逻辑 这个逻辑外折屏的话 它需要在屏幕上其实在很小你看不到的地方 它是有一个拉伸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伸缩的 它才能做到去外折 可是内折它是要把它打开的 这个铰链的设计是非常非常惊喜的 它需要在每一个地方都去做好每一个数据以及每一个铰链 才可以完成这个手机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技术托货 它其实才是最早大家想做折雷屏的一个最完美的形态 因为折雷屏的初衷就是为了说 我可以有小手机的便利 又可以有像拿一个派的出门一样的这种体验感 当我用一台手机跟另一台手机做对比的时候 你会发现屏占比上其实是非常适合 但是Mate XT这个大小刚好是一个 竖起来就是一个16比9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屏幕 横着的一个电影画幅 它如果打游戏的话 它的视野效果应该是比正常的手机要更难 那包括它睡屏刷这个小红书的时候 相当于可以理解为把你正常的手机放大了好几倍 然后放在了这个屏幕上 让眼睛的观感会更加的好 另外它还有个很厉害的一个功能 是我觉得蛮酷的一个叫罗眼3D的功能 大家给很好奇 就它这个已经做成三折了 以及它每个区域都做得这么薄 它有没有减料 那我想说的是完全没有 这是一台支持卫星通话的三折手机 无线充电在它上面也可以实现 大家看一个有趣的壁纸 这是我新发现的 还蛮酷的 就可以变成这样的壁纸 每一次的壁纸都可以不一样 三平办公提高内容可实性 浏览小红书同步显示图片和评论 这是小一能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让它写一个小红书的文案吧 帮我写一篇文案 能够说明华为Mate XT是一款非常好的手机 来看看这些内容 这完全就可以把它所有要概括的东西都概括了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AI修图 小一的AI修图也非常的顶 比如说我们现在点消除 好它自动就帮你识别出来人了 然后同时你可以再消其他一个人这个时候 哇太赞了 它是让你看到了华为已经在技术上进行突破 然后有了自己的创新 然后研发出来了大家研发不出来的东西 它是一个未来的方向 是一个展望未来的一个趋势 它改变了一个手机的发展方向 这个就是我觉得三对屏最大的一个意义 它能带领手机进入到一个新的形态 然后未来让我们的手机变得越来越有趣 所以这款手机 我觉得如果在观望的小伙伴们 可以考虑入手 每天早上的10.08都可以抢购 我是赵琳 我们下期小红术再见